第七屆區議員宣誓的日子 區議員已努力地在地區服務 民政署亦安排了不同的培訓和講座 希望區議員可以儘快投入服務 今天來到東沖和區議員劉展鵬 我們一起探望長者 希望在新年的時候 可以了解長者的生活和給予他們的溫暖 我們一起去吧 好 我們過年幫他們大掃除 你身體如何? 腳土 所以現在是否少了去區域 一定要去區域 你積極地去社區、長者中心 很像醫院中心 在醫院裡面都行不到 你們有甚麼呢? 就找區議員 還有關外局 你走的路 哪些路是不適合長者走 老人家走得不方便 你又告訴他們 我們一班區議員就幫你做事 今天和局長來探望你 是否未見 姨妹你最近身體如何? 身體現在 可以說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今屆政府很著意 令到我們的街坊 生活得開心 自己在自己的社區 可以安居樂業 多些關愛身邊的朋友 所以你們有甚麼呢? 就告訴我們 我們做區議員 就一定要做好中間溝通的角色 除了政策的解釋之外 很多居民 尤其是獨居長者 他們很需要有人去關心他們 我覺得做區議員 當社區藝家 經常去關心他們 就會慢慢發掘到他們有甚麼需要 剛才去了東涌 現在就來到屯門 跟我們區議員鳳佩妍 還有我們的區議會主席 即是我們的屯門專員Michael 我們一起去繼續探望 我們區裡面的獨居長者 了解一下我們的長者 在過年的時候有甚麼需要 還有怎樣可以幫到他們的手 我們現在一起起床 好 好的 好的 我們現在除了有區議會 還有關愛隊 關愛隊也是可以找到蓬佩妍幫忙 如果我們的關愛隊 或者找到送飯服務 你就不用經常走得那麼辛苦 過年幫你們帶掃除 收拾屋 清潔一下 il nord 了解 謝謝 謝謝 阿營 謝謝 謝謝阿專員 的是愉快我們就是工作制 你走過去的電梯 會不會經常會壞 又或者會有過路設施 有家庭燈 你會告訴大家 這些 轉的這就要令大家 社區生活方便 又舒服 又開心 當選的區議員 會自己有能力 但我們更加希望透過不同的培訓有些經驗分享 我們屯門區議員其實大家都很團結 他們選舉結果出了之後 都很積極地跟我們說有甚麼可以立即做 我們透過這些培訓和講話 還有這些影片都獲得很大的得著 一來就是我們知道未來我們的工作方向 二來就是一些具體的實際操作 我們應該要怎樣做在議會上怎樣配合